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伊朗宣布中国北京将会在阿巴斯港设立总领事馆 阿巴斯港是一个非常这个 它是一个有战略位置战略地位的一个地方 这个我们在我们这边一个简单的一个图 他现在把它交的这样就看得很清楚 你可以看到阿巴斯港就刚好跟这一个阿拉伯半岛形成一个基角 然后连接波斯湾 然后旁边是印度洋中间的霍尔木兹海峡 它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地点 而中国大陆现在决定要在阿巴斯港设总领事馆 其实对他来讲整个从波斯湾一直到印度洋的运输又多了一个战略位置 嗯好大家会说总领事馆都好像不是什么太重要的事儿嘛 哦那德州休斯顿的那个总领事馆好像也不是那么重要 对了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反而觉得以德州最近的最近的发展形态来讲 因为德州现在长现在变成是美国两项的未来科技的重镇 一个是太空科技 还有呢他的他的这个奥斯顿的现在是美国的新的 他们不叫矽谷他们叫做矽丘 嗯那矽谷在加州呢 这Silicon Valley 但是呢他们现在呢 奥斯顿的现在叫做Silicon Hill 好那因此呢 他这两项的尖端的科技在那个地方 以美国的态度来讲休斯顿总领事馆什么时候恢复 可能还得要看一下 但是对伊朗来讲呢 这个总领事馆呢 我们值得研究的 第一个就是说伊朗他的对外关系其实一直都很很保守 嗯他他长时间呢 在即使在在伊斯兰事件里面 因为他是训他是他他实业派 那受到的百分之八九十的这个逊尼派的打压 所以他的对外关系呢 一直都很保守 跟强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呢 也很保守 他几乎是不允许其他的国家设总领事馆的 嗯 换句话说呢 所有的你设大使馆 OK就在德黑兰 我也是个大国 OK那你要设大使馆 就在我的德黑兰 不要设什么总领事馆 老实讲 设总领事馆是因为你的业务需要 通常就是业务需要 才会设总领事馆 因为你的国家太大了 那呃比如说在在在在中国 你要上海的业务如果要到北北京办 广州的业务如果要到北京办 或者是呢香港的业务呢 如果要到上海办 你想的头都都都很大 对啊 那所以呢 那就设几个总领事馆 所以很多的文书业务啦 等等 签证啊 你就近办就好了 虽然也已经很麻烦了 不过最少那些大城 大概就cover了几个区域 总领事馆的主要的功能是这样 他通常上面大使馆 然后呢去去去支援了几个总领事馆 但是那是你的国家够大 而且你真的整个 国家的发展的形态呢很复杂 才会有这么多的总领事馆 通常是不会的 而且两国关系要很紧密 那但是阿巴斯呢 设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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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 一定有有業務 那當然是那否則我是總領事館幹嘛呢 在過去可能德黑蘭就都已經可以cover 因為絕大部分會會往往反於 就是說那伊朗跟中國 或者伊朗跟其他國家之間 一定都會透過德黑蘭嘛 都是從德黑蘭進進出 伊朗除了德黑蘭之外 你還你還認識認識哪個城市 一個都講不出來吧 很多的國家都都一樣 國家很大 可是你講不出第二個第二個城市的名字 因為就他首都而已 你都從首都進出 所以只要有大使館就夠了 我設在阿巴斯 因為阿巴斯剛看到了 他就在荷姆茲海峽的門口 荷姆茲海峽是美國跟伊朗 所有的衝突都會在這裡 那伊朗的伊朗的就是說呢 就是說革命衛隊的海 就是海上的兵力的部署 也都在這個地方 那他的導彈呢 也都部署在這個地方 換句話說呢 伊朗如果要封鎖波斯灣呢 他導彈擺在這裡呢就都OK 那美國呢也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他必須要把他的第五艦艦隊呢 就擺在波斯灣頭的就是說呢 在在這個迪拜的旁邊 一點點擺在巴黎 你就知道在那個地方呢 本來呢就是強權對峙 以及呢隔著波波斯灣 你看到一邊是伊朗 另外的在這邊呢 這邊呢 就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就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以及沙烏地阿拉伯 好所以那個地方本來就是一個緊張的地方 中國要在阿巴斯呢 設一個總領事館 除了表示業務 同時在一個地緣政治最敏感的那個點上面 我設在荷姆之海峽 這個對 所以我我覺得與其說呢 是給伊朗 伊朗呢 表現了中國跟伊朗的關係 不如說那個是給美國看 對 對 沒錯 所以一方面是中國大陸 其實他確實有需要 那個需要 其實我覺得那是從 戰略資源保護的角度來看 你要知道中國大陸是一個石原石油進口國 台灣其實也是 那麼我們90%的能源都要靠進口 而裡面大量依賴中東的石油 中東的石油能不能順利的通過波斯灣 所以你看現在中國大陸呢 你在那個荷姆之海峽的兩邊 一邊是伊朗他關係很好 另外一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中國大陸其實在那邊的港口 也有一些建設 不是被美國因此就喊停嗎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地方 其實從保護戰略物資來講 我覺得這個布局是對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 那伊朗要同意啊 因為阿巴斯卡他的戰略地位太高了 也不是你所有人要來申請 我都可能會答應你 我相信大多數的國家 可能都希望在那邊設一個總理事館 然後呢以便我在 如果有原油運輸過程發生任何狀況 我可以立刻去處理協調 但要伊朗同意 伊朗這麼保守的國家他同意 但像剛剛提到 與其說伊朗親中倒不如說 伊朗希望用這個方式來跟美國教牌 所以你知道在同時發生的事 嗯拜登上來了之後就恢復了跟伊朗之間的和協議談判 當然伊朗不願意跟美國直接談 他都說我我跟歐洲談 然後歐洲在傳話給美國 要談就是我們過我們之前的七個 一起談 你不要你美國單獨跟我談 我為什麼要單獨跟你談 單獨跟你談的話呢 你開出來的條件 而且美國姿態很高啊 而且伊朗也很清楚的知道 中國 俄羅斯 以及呢 歐盟的主要的國家 跟美國立場是不一樣的 大部分的國家 包括呢 美國在歐洲的這些盟友們 都認為那個和協議 是你美國撕毀的 好 那麼嗯 你知道從拜登上來之後 已經和協議的談判 談幾輪了嗎 五還六啊 沒有已經第八輪 第八輪 現在正在第八輪 談判 你就知道說 而中間又經過了 因為伊朗的總統大選 然後換人執政 所以停擺了幾個月 那就是一年 扣掉那個停擺了幾個月 這個和協議的談判 是馬不停蹄 嗯 就在12月30號 他宣布這個 嗯就是 中國大陸呢 在阿巴斯港呢 可以設總理事館 同時 伊朗呢 在這個維也納 就和協議的這個談判呢 的代表 很開心的跟大家說 有相對令人滿意的進展 這是第一次伊朗代表 講這樣的話 嗯 因為前面七輪都是不歡而散 嗯 這一次最特別的是 你知道開始的時間點 是什麼時間點嗎 12月27號 嗯 我跟你講就是 又是又是一批 西方的這些外交官 他們沒有辦法休假 不能過節 不能過節 然後再跟伊朗談判核協議 嗯 到了12月27號又第八輪開始 然後30號呢 就說有相對令人滿意的進展 嗯 美國很極了 美國一方面極是極油價的上漲 嗯 另外一方面極是極說看起來 中國跟伊朗走得越來越近 嗯 好 當然現在因為因為 OPEC Plus 大概估估了 呃 還是會增 增產 就說呢 還還是會有小小部分的增產 但是呢 大概呢 油價要下來是不容易的 以前的全球的油價的結構 那 我們只是 從阿巴斯港 因為如果了解中國和伊朗之間 簽了25年的 就全全面的戰略夥伴協定 哦 那個協議很重要 對 大家就在看說 因為這畢竟是中中東的第一個 那大家看就是說 那中國要如何去落實 就是說這個25年全面戰略夥伴協定 到底對伊朗能夠產生什麼 翻天覆地的改變 因為伊朗太需要外來的援助力量了 嗯 他已經被冰凍在那地方非常久了 這個我們 讀古書當中所熟悉的波斯 已經被冰凍在那裡很久 那阿巴斯港是裡面的關鍵 嗯 阿巴斯港靠海 那呃 大家知道他的這個港港口嘛 又在又在荷姆這海峽的彎頭 那原來呢 在一帶一路的就是說海線的部分來講 有幾個港口是重要的 其中一個就是就就是呢 希望在中東地的地區像阿巴斯港 原來規劃就是阿巴斯港的出來的 這這些的油氣 然後呢不用經過長途的運輸 可以呢到瓜達爾港 瓜達爾港呢 就是在在巴基斯坦呢 另外開的這個這個這個港港口 在瓜達爾港 瓜達爾港呢 就是整個的整個的新疆所延伸出來的 所謂的中巴經濟走廊裡面的油氣管路的終點站 從這個地方呢就上瓜達爾港 進了瓜達爾港之後呢 直接呢從從呢從這巴基斯坦呢就進進新疆了 那這個是呢 這是中國的規劃 可是這個阿巴斯港我們終究從美國的角度來講 他一定會有盲刺在被質感 因為整個的印度洋有兩個最重要的海灣 這兩個海灣是高度的全球戰略性的海灣 一個是鴻海 紅海的彎彎頭呢是曼德海海峽 另外一個呢是更重要的是波斯灣波斯灣的彎頭 是荷姆之海峽 中國已經在在紅海的曼德海峽的門口呢 有一個有有一個有一個駐軍的軍就軍港 在那個地方 那已經有有駐軍了 現在如果在荷姆之海峽的彎頭的阿巴斯港 未來 我估計伊朗是不會讓中國去駐軍了 可是呢在那個地方只要呢 我在那個地方深耕落戶了之後呢 美國大概就會覺得壓力很大 因為美國之前在懷疑阿聯酋就說 中國在你那個港口好像在做一些的軍事上面 的一些的統治跟部署 中原集團 對所以美國顯然很在乎這一點啦 我想阿巴斯港呢就說在那地方設總領事 對美國來講的最擔心的就是 他會不會變得軍事化 所以伊朗玩了一個槓桿遊戲 收穫已經開始出現了 你說有沒有收穫滿滿我不敢講 但是呢已經開始出現了 而對中國大陸來講 他的整個戰略的路線的布局 正在快速的進展當中 嗯 嗯 對中國大陸來講 對中國大陸來講 對中國大陸來講